8萬塊還會被騷擾 就整個超級不舒服 怎樣的騷擾 今天我們幫你主持公道 好 那個什麼路上的醫生啊 我跟你說啊 什麼路 什麼路 說清楚 就講清楚啊 高雄嗎 還是台北 在高雄 高雄 某條路上 什麼路 什麼路 講一個字 好朋友啊 所以你被騷擾 你還這麼怕幹嘛你 對啊 你受害人欸 你站得住腳 那個醫生其實看起來 人模人一樣像是 就是一個是人的人這樣 但是人面秀西 對不對 人面秀西 我在施打的時候 因為其實它是大腿內側 所以我必須在那個病床上 我是要腿打開 然後它就是越打 它大概從這邊 然後開始往往往裡面打 然後越打越裡面 我在想說它到底是要 用話語來讓我卸下我的心房 讓我輕鬆一點 還是它真的有那個意思 它就越來越裡面打 它就說 欸 這位小姐 我覺得你很健康欸 我就說怎麼了 它就說 你都沒有味道 我就說 什麼沒有味道 然後它就開始 它就說你看啦 你發現我幫你打聲 我沒有戴口罩 我就說 不是應該都戴口罩嗎 然後它就說什麼 因為它其實幫其他人施打的時候 它就必須要戴口罩 因為你知道有些女生 就可能怎麼樣怎麼樣就會 就是好討厭 我覺得很可惡欸 我覺得很可惡欸 超噁心 那妳有回話嗎 我沒有 因為它在幫我打 我不能亂講話 所以妳看嘛 為了減肥 多麼得不償失 好啦 圓圓手上拿著一個擀麵棍 是有道理的 好像要打那個醫生的嗎 對 這是回家 回去K它對不對 我生氣了 這個 因為其實我試過很多種方式 我其實我不是那種 像一軒那樣 我胖到70級或什麼 我就是一直就是都是肉肉的 那我覺得有時候穿 我最討厭穿的褲子就是牛仔褲 因為它太容易會讓妳的身形很明顯 我就屬於那種下半身 就是屁股肉肉 大腿肉肉 小腿肉 所以它才比較圓圓 圓是圓圓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下半身比較胖 我要用什麼方式 然後我就去了一家診所 中醫診所 然後那個推拿是有一天 他就出來我這樣 我去推背 開背 開開之後拿出個棍子 他就說看啊 我就說 這是什麼 他就說這是他覺得這個 就是他有幫客人 就是幫患者有推過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就說這是什麼 他就擀面棍 他怎麼幫我推呢 他會叫我側躺 就是側躺在病床上面 他說女生就是最容易囤積脂肪 就是下半身這個地方 外側那一塊 對 外側這一塊 就是大腿跟屁股連接這一塊 所以當你側躺的時候 你這塊翹出來 他就這樣子用力這樣子 上下滾 對 就這樣滾 因為他其實是把裡面的這個骨頭 把它推進去 所以他會這樣子往下 所以他不是推肉 他還是推骨頭 對 我覺得他是有推到骨頭的地方 就是寬骨這個地方 所以有一點點類似整骨的那個 或者是你剛剛弄推脂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整個腿更均勻 不過你這擀面棍拿來借一下 因為也許有更好的方法 真的嗎 我們交給專業合格的中醫師 可以打醫生嗎 其實喔 這很健康的 不只可以拿來你剛剛這樣推推推 還可以敲一些我們身上的經脈 穴道 對 可是我剛才聽到他講話 來 我們來示範 我真的血壓就飆高 生氣對不對 誰在給你敲這一塊 才不是的 才不是這樣 可是有受迴 我跟你說 這塊這個寬骨 你們大部分說是馬鞍部對不對 馬鞍部的話你可以亂敲 OK 可是這是一個寬骨 靠骨的地方 你怎麼可以亂敲 這地方是剛好是寬骨跟 對 我們吃那個豬骨頭 豬大骨 對 他就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敲骨 會骨末 會筋膜炎 真的假的 所以這個擀面棍是說 他叫你是這樣子敲 對 他就往下 對不對 但是你的擀面棍 不用用在這邊的 這是因為我們用在這個膽筋 是這裡 敲膽筋 小腿的正中間 對 我們的膽筋 是從這個大腿這邊外側 走到這邊之後過來繞過來 我們就這樣敲 等一下 醫生 妳先講敲膽筋 對我們女生有什麼幫助 或什麼好處 敲膽筋這兩三年非常紅 是因為我們中醫所謂的情緒焦慮 或是我們的煩躁 不耐煩 憤怒 就是在膽 我們從膽從這個地方 頭痛 偏頭痛 煩躁 火氣 大家一直到這個地方 跟情緒有點關係 跟情緒有關 女生因為情緒或是一些 什麼什麼的不挑或不爽 而燒成肥胖 所以我們在膽筋的話 我們的輸入 在這個輸出到這邊 筋肉出口 我們可以用手去敲 比較遠遠是這種 他一直去弄骨頭 我覺得很恐怖 很恐怖 不可以這樣 是敲那一整條筋肉 對 敲膽筋 敲一敲 可是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手太短沒辦法 OK 就要借鋸管 我們一看電視 我們一挑這個 你來幫我們示範一次 完整的敲膽筋法 這地方的敲膽筋 我們就可以這樣敲 用手這樣子敲 對不對 而且敲又不會受傷 但是敲一敲 敲一下 對 敲的時候 而且你在做的時候 你這地方的白白肉 也可以敲 沒錯 一舉兩得 一間二顧 沒有辦法 因為手太短 OK 我沒有這個亂敲 OK 因為這是一個斐腸肌 我們的蘿蔔腿這地方 這個越敲的話循環越好 每天大概要敲個多 多久才真正有效果 其實差不多15分鐘OK 而且你看電視 連續劇也看一個半鐘頭 其實敲個15分鐘 我覺得OK 然後從上到下 有時候上班族 從下到上 你這樣子來回的尋敲 都我覺得OK 沒有問題的 好 一天15分鐘記得 這個擀面會有什麼好處 是因為它其實木頭 是有相對彈性的 並不是不鏽鋼 很恐怖 很恐怖的 還給妳 這實在很恐怖 謝謝 非常非常簡單 所以以後這個擀面棍要正確的用 一邊看電視 一邊敲的 對 不能隨便亂用的 敲完了再去做蔥油餅 不過我也要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一個成功的案例 就是那個很呆的蔻蔻姐 周玉蔻 你知道它真的是成功的瘦下來 而且年紀越長越美麗 哼哼哼哼哼對不對 對 對 所以人家哼哼用的是什麼方式 用的是中藥的阿嬌或阿嬌粉 好 那什麼叫做阿嬌呢 就是這個 這是驗條嗎 並不是驗條 這不是墨條 就一直點起來很像墨條 對 這個不叫阿嬌 叫阿嬌 阿嬌 好 我們今天正確的音是這樣念 像這個比較特別就是 它是一種山東特殊的鋁 鋁皮去提煉出來的膠質 鋁皮的膠質 對 我們常常有一些像豬皮 然後雞皮什麼去混沖 這是山東的鱷膠 然後因為目前來說 品種很多有南非的鋁 然後有台灣的豬去混沖 所以你要看到這邊寫 山東鱷膠才是真的 但怎麼吃 像那個蔻蔻姐 她為什麼吃這個 其實年輕人不需要吃 是因為差不多35歲以上的 輕手女或40歲左右重手女的話 因為我們開始 可能長期在減肥比較膠 或是情緒比較不好 它可以補虛勞 然後對於一些小女生 比方月經崩漏不止 比方月經一直滴大大不止 或調筋或是補血 補鐵質 補鈣質 它是有幫助的 所以現在鱷膠被Coco姐拿出來 非常紅就是這個東西 鱷膠要怎麼用 它是要抹粉撒在湯裡 還是泡茶 對 這都硬吧 就連我們用菜刀敲不起來 它必須要磨成粉 然後你磨成粉之後用熱水沖浮 或是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 這個去煮排骨或雞 我覺得鱷膠肌效果還不錯 因為順便可以補充膠原蛋白 和冬天的熱量 像比如說一鍋好了 一鍋雞或一鍋排骨 大概要加多少的量 才會剛剛好 半條就可以了 半條 這貴不貴 鱷子皮 而且山東 要山東的 山東的 南非還沒有用 這個因為目前台灣進口的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這個價位是比較高的 大概多高 可不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範圍 如果你買一小包 一小包的話 其實10包20包 它就會要你數百塊 可是你這個其實買一條比較划算 一條也是差不多數百塊 還可以分裝整好幾個 還行啊 還行啊 它做出來會有味道嗎 它有一點甜甜的 但有點腥味 你可以加點薑去攪味 還不錯 好 你就一次撒一點點 慢慢去加重那個份量 我喜歡我的手 往裡面撥 你動作的話 這樣會痛嗎 不會 你看很舒服 很舒服 你這個動作就是常常做 尤其是自己洗澡的時候 這個地方 感覺好像專業SPA 好棒喔 超棒的 你常常自己洗澡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推 有沒有 這個地方很重要